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第三个版本 不知道稍后会不会再出 那个背景是怎样的呢? 这间公司就是 这个远几十间公司开发就是OpenAI 这间公司在之前 其实它是以非牟利机构的形式註册的 但是前几年就改了 是牟利 同时就是这个Microsoft 已经是入股了 文说他们今年会花100亿的美金 扔下去这间公司 换言之就是他们看好那个前景 那这件事为什么我们会提呢? 其实我们上个星期都讲了的 那在大学 几间大学呢 在美国的明宁苏达州大学呢 他们那个法律系和工商管理系呢 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些这个ChatGPT提供的论文去评核的 那不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知道的 他自己看看他们现在交那个论文的程度去哪里 那他们发觉就是一般来说是只能够拿B 甚至一篇比较低分是拿C仅仅合格而已 但是已经合格了 因为他们虽然拿不到这个掌握交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ChatGPT已经有能力去读一个法律的论文 是啊 是啊 那这件事本身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我想慢慢去发酵 我想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开始会提呢 就是因为我相信他身份的延续性会相当于强 可能在未来这半年都会有关于他的消息 就是Google的总裁CEO 他是立刻向起这个警号 他好像Code Red 也都他要请两个已经退休的Google的创办人 出来去应对现在这个危机 因为他们会觉得就是如果有了这个ChatGPT之后 大家都不需要Google了 好了 那我交代了那个开场白之后 就说陈良博士当然了 你上星期已经说过了 就是你任教学校其实都对这件事是非常警觉的 是 是 是 基本上也是要看一下了 就是究竟出来那些学生写的文的水准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就没有好像别人的那些学院那样 立刻在这个都叫做学期初 就是如果对于美国的学校来说 都是下学期刚开学很久了 那我想他们都是拿回上学期那些学生交的那些 学期尾那些最后的那些功课出来去再试一下 就是去比对一下 甚至乎就再找那个AI来答 就是ChatGPT来去答一次那些的问题 再交给那些老师评分 那他们就要做一样这样的事情 但是就其实就算我自己那个工作的学校也好 都是非常警告的 预了就说有学生 基本上就会用这些东西来去交文 那我们就要好好提高警惕 知道就是说究竟是怎样去提防呢 这样 那说真的 你问我 我只是有个意识上的警觉而已 我自己走去试 走去看 走去怎样呢 那我都没敢说是否它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那现在甚至乎有些学校就说 喂 不要再给别人来网上去交功课了 要那些人回来 即场用笔来写了这样 用笔来写了 可能那些人不懂得写字啊 大哥 就是要亲眼看着你自己写的文章出来 要搞一些这样的事情 但是怎样都好 现在我们看到 它对于那个学校的威胁是有的 它的威胁不是说取代了老师 而是对于那个评分呢 是会都挺大的冲击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都算是 就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算是小的了 就是如果你说为什么Google这些公司 要这么杀有介事 这么提高警惕呢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现在你出了一个不只是搜寻软件 你知道Google不是只是做搜寻的 基本上你问问题有什么不懂 它都可以尝试去帮你找答案 有些基本上基本的功能力 要去帮你设个闹钟啊 要你提醒什么啊 加些什么进去那个记事簿那里 它可以帮你去做 是不是 就是有少少那种简单的私人助理性质 问题就是说那个任务的复杂程度 可以去到多少呢 Google是不是每次都可以处理到呢 这个就是另一回事 那比较一下 那其实我也是刚刚这个礼拜新鲜滚热拉斯芝 其实是有人真的熟悉 喜欢玩的呢 已经可以透过纯粹去用口 或者用键盘传授一些的指令 来叫过那个ChatGPT 帮你去自己去写一些用得着的程式 一些简单的任务 能够做一些基本的图像处理 将图像可能是变大变小的那些什么呢 其实就已经是有人去做了出来 而这个东西呢 你传统上Google它做不到 那而且呢 就是为什么又要这个礼拜又拿出来说 其实我稍后都会再提 就是只是在这个礼拜 单单是在那个科学上面 最重要的那个自然的期刊呢 已经出了几篇东西 牵涉到不同范畴 就是跟人工智能有关 帮助做研究发言那些这样的论文 和评论是出得很多 所以我会觉得是突然之间 已经是这个2023年那个年初呢 已经是突然之间 我们感受到整个人工智能 那个对我们世界的影响呢 是将会来得非常之急劇了 是啊 这个要提一提 百度也都声称 他们会提供一个类似 ChatGBT的软件 在迟一些会给大家的 那我第一个想问呢 其实这个进展呢 我们不一定要讲一下突破性的 但是我们其实是一旦有人工智能的时候 我们已经预料到有今天了 嗯 问题就是那个 哪样东西出现先 哪样东西出现后 因为最后背地里很依赖 就是说那个系统本身去学习 周围的环境 搜集周围的数据那个速度能力 那其实为什么开头 就是我在讲 开头这个ChatGBT出的时候呢 我都记得我两个 可能就是这个新年假之前 我都有提过的 就是说大家都还是觉得呢 它对于一些人民科的题目 可能答得头头是道 就是你如果在Wikipedia上面 找到的东西呢 它就可以答得你很详细 但是你要去呢 比一些critical一点的 比较要扭几个弯的东西 就会差一点这样 那其实可能我这个这样的comment 就是我去call别人这个comment 其实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又不update了 但是也都有朋友去尝试 去用的时候发现呢 他的表现就有个 就是又时高时低 很视乎他的那个学习状态 和他当时面对了多少 这些这样的数据 就是他很多时候就是 在你参考了很多不同的数据之后 他尝试给出一个 认为最佳化的答案 这样的 那可能 在讲刚刚这个星期 这个Chad GPT 在这个法律的课程里面 只是拿C拿B 那会不会去到年中的时候 已经有好些的grade 那这个真的 可以变得很快 可以讲的 在今年里面 但是他学习的那个 就是机制是怎么样的 他会不会发展得出 一些原创性的看法出来呢 这个就是以我很浅薄的 对人工智能的那个认识 来去尝试讲一讲的 你所谓的深度学习 他都有一些叫做 你是提供了很多数据给他 去训练他 这些这样的深度学习 这个比较简单 有些就是他可以透过自己去 去比较你比较我比较我比较你 去令他继续成熟成长 自己去制造一些新的经验给自己 那有些就是说 你设定了一个目标给他 去朝着那个目标 就尽快找到一个最好的 一个这样的solution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 其实都牵涉到一件事就是说 你在那个数据里面 能够找到一些参数 而这些参数里面 他能够表现到某一种的pattern 某一种的规律 而那个电脑他很厉害的 就是找到这种规律出来 由这种规律里面 他能够解释 符合到过去的经验 甚至乎去预测下一步 会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认为就是说 如果你这一组这样的数据 比如我不要说这么抽象 举个例子就是说 有人都在做的 在《荷里活》里面的电影 尤其是《得奖》的电影 它有些什么的元素 而这些元素它需要分布 是多少 通常是在哪个时段出现 如果你能够集合了这些《得奖》电影 你找到一个pattern出来 它就可以建议你一个 这样模式的剧本 大约要有这些元素要放下去 他首先就是说 我们要认为有一些社会的行为 或者有任何的现象 不要只是说社会的行为 可能是自然的现象 它都有一种 是我们人未够聪明去找背后的规律 就是我们人未够聪明去找背后的规律出来 但是这些人好像很厉害的 就是说他能够考虑到的数据很多 他的记忆很多 他一次过能够参照数据很多 他知道哪些数据可以参照多些 哪些数据没有那么有价值 然后又一次过去尝试综合考虑 找出一个pattern出来 这样的能力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脑是有的 但是我们人脑考虑的范围 往往就没有电脑那么快 还有我们 不过人脑就有东西很厉害 就是说对于一些 我们明知道很不厉害的东西 我们很早就懂得去 就是不管它 但是电脑就生吞活摸地 就是一次过把所有有用没用的数据 一次过考虑流离 然后尝试找出一个pattern出来 找到一个pattern出来之后 就尝试去看看合不合你口味 回答你的问题 最后能不能够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呢 这个真的又要问台长你认为 你认为人脑是怎么创造的 怎么创造新的东西出来的 我是信服Roger Penrose 那个Empires 这个量子 在我们的人脑里面有量子的活动 那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些很不厉害的东西 把它连结在一起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也敢试 我们真的敢做 这个做的过程会有一个反馈 就是反馈回来 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那换言之 其实我们创新的那个能力 不是一些algorithm来的 就是我想整个问题的精结在这里 就是 譬如我们做某一件事 现在我想如果在电脑的角度来说 就是每一个step 每一个step很清楚的 实际上是一个数据的排列来的 就是algorithm 但是创意是不是一种algorithm 我想不是的 就是我想问题的心就是要增加在这里 这里就是AI很快会帮我们去找个答案出来 其实你说如果你要AI 创造一些很以色流的东西 现在去做得到 其实它创造的方法不是模式的 而是你真的给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参考 就是其实呢 又不得不提就是 你说人去做创造 很多时候艺术家要去拿灵感 拿灵感是什么意思呢 去一个完全自己不熟悉的新的环境接受 新的刺激 然后这些新的未见过东西 和旧的东西去有一个冲撞 可能翻了一场旺 就将它不知怎样混在一起 或者可能是你一个不知怎样的场合 迷违糊糊 受惊吓的场合 喝酒的场合 或者一个很冷静的场合 突然之间又砌了一个combination出来 而这个combination是砌出来的 是需要基于一些已有的经验 有意识好 无意识好 这样去砌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创意是这样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说创意一定是由一些很随机 在天马虹空那里无中生有出来的 那我们就会说了 只要我们给更加多不够的东西 那个电脑 那个电脑就自动 而且给了种类更多 它们中间可以出现的组合更多的时候 那就会更加容易创造了一些我们未见过的东西 我不知道啊 其实在几个月前呢 我和台长你不是试过找过一个人 去做一个测验的量表出来的呢 一个人多有创意呢 你就要想十几二十个 你认为最不厉害的媳媒 这些媳媒越不厉害呢 就有人认为其实越有创意了 其实呢 这件事情也是背着一个精神 就是说那些创意 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你本身 能够涉及到多少不厉害的东西 所以你说是不是创意可以完全天马虹空呢 还是一定要基于一些已有的知识呢 随着AI的演进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因为AI你要去创造新的东西 首先你要给它学更加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看到AI真的是 越来越有一种我们合乎 如果我们认为真的有创意的东西 其实又往往印证了 其实背后创意这件事呢 反而是基于更加多不同的经验 甚至乎是一些可能我认为垃圾的资讯 然后一些奇妙的组合这样去产生出来的 但是它自己如果我们不问它 它自己会不会自己学习的 看看你赋予它什么的能力先 那譬如如果 我这个要用一些旧的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文章 你如果说出围棋的那个AlphaGo 它们都是在中间某一个时段 你不是给新的棋局去看的 是它自己在左手斗右手 好像周八通那样 自己产生一些新的棋局出来 就是自己和自己下棋 你不给一些新的棋手 那些pattern给它 它就自己产生一些新的pattern 来分裂自己 有这个问题的 可以是有这个问题的 好 其实这个问题都是相当多的内容 不过我们尽量简短 它现在那个发展 据闻它接着会出一些新的版本出来 更加强烈的版本 大家要收钱的 那你要提一提 就是Microsoft一日入股 那我怀疑一件事 就是Microsoft都要透过这个东西赚钱 是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CHAT GBT 就是第三个版本 未见底的 那一个强烈版本要收钱的版本 你猜它会去到多厉害呢? 我猜不到它会做到什么高额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它一定是可以 它那种能力是可以随着 它一路launch出来一路去增长 就是很简单就是 你很容易check到 譬如很简单 如果在search engine 你要 就是Google一向做这些很厉害 就是你search那些东西 然后往往就是 你最想要的东西 就一定放在头一版上 它连放在第二版上都不需要 最希望就是在第一版上 已经给到你想要的东西 很可能是在说CHAT GPT 它是更加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以Google 就算它如果不用这些这样 不引入CHAT GPT 这种技术的话 可能它根本上永远都没办法 能够追得回 那个CHAT GPT本身的 那个学习用家的那种速度 就是那种人工智能 我想最大的能力就是 它越憑经验累积越多的东西 令到最后给出来的 那个预测越准确 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我不知道会不会突然之间 你知道很多年来都是 我可能甚至乎听 在Microsoft做的人说 其实那个Microsoft自己开发出来 那个Bank search 其实已经比Google 但是老实说我自己用的 我还是用在Google 会不会突然之间 一下这个CHAT GPT 就一用进来 就已经一下子打了Google 那不清楚了 冰我用过 我觉得是很废的 那这个就完全有用家的经验 我不知道啊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都觉得挺奇怪 因为为什么呢 Google它不是没钱 Facebook也不是没钱 Facebook也不是 Apple也不是没钱 譬如Siri那样 我今天见人真人见人用过 我的疑问就是 为什么 我现在跑出这间OpenAI 其实它不是承扎很多年 为什么这件事会跑出呢 你有没有看法呢 这里我不熟悉 真的说不出了 究竟它是 里面是 如果你说它本身基于OpenAI 那是不是它更加有能力去统筹 现有那些各个不同 AI运算的模组 来做一些更劲一点的东西呢 那这些真的要问回本身 真是熟学做AI的人才知道 就是说这个题目 本身就是我自己问问题的了 因为你问我自己Program 都不Program得多 就是我自己 你问我最Introductuary Level的 我就知道了 但是真是去到里面 用到那种深度学习 去讲那些多少个Layer 那些东西呢 我就一头没水的 我都听到 那你会不会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些投资机会呢 这么说 我只要看到 现在在这个阶段 是很多人 只要你愿意肯去学去pick up 你就可以用这些这样的人工智能 其实应该更加准确一点 就是一些深度学习的工具 来帮你在一些更加複雜的现象上面 找pattern 就是怎么说好呢 问题就是 你怎样去provide一个solution给人 有没有人是 如果是一些顧問公司 consulting firm 很能够用这些 周围去给solution的人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个商机 但是你说 是不是可以好像以前 我们磨得人难免获重 哪家公司就爆出来 现在是这样的 你就算今次这个check GPT 台长你也知道 都没有上市 就已经被人吃了 那么Microsoft 我想就独占了 现在所以Google Facebook 那些全都摆了 你被Microsoft 你推到你公司 我非常多知不明白 为什么Google Facebook Apple都会全部睡了 教會被這間公司跑出來 我希望 因為陳志仁博士他都很謙虛自掛 他自己不熟 希望有一些熟這範的觀眾 Enlighten me 告訴我為什麼 但是我這裡隨機 因為剛才我們討論的問題 我隨機介紹了一個商機給大家 舉個例 我不會賭碼的 現在我可不可以問這個ChatGBT教我怎麼賭碼呢? 賭碼一定要贏的 不是隨便賭碼 這個可能是等於我們最初有Apps的時候 那種說大家瘋狂 不斷去做Apps那種商業的一個機會 好了 這次我們要結束 下一節再回來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阿滁錦祥工作室